我在北京出生长大 对故宫的印象 一直是亲切而神秘的 曾经无数次地来过 站在红墙金瓦内 很想知道 几百年前 究竟是怎样的巧思 才能设计和建造出 这样辉红起立的建筑 我终于有机会 一探其中的究竟了 王菲 您好 您好 这件就是您要守护的国宝 就是这些建筑模型吗 是的 我们管这些建筑模型 叫做样式雷汤漾 是古代的设计师 在施工之前 做出来的模型 供给皇帝承揽 这个样式雷家族 在清代两百多年当中 设计了很多皇家建筑 能想到 就是我们耳熟能乡的 这些建筑 都出自同一个家族之手 那下面我们看看其他的汤漾 这具汤漾是东陵普陀玉汤漾 它是慈禧太后的地宫 就是一层一层打开 然后每一个细部都很清楚 当时在紫禁城里边 做出的这些汤漾 一般只是皇帝一个人可以看 那我今天真的是太荣幸了 这件汤漾是 颐和园戏楼的一具汤漾 它一共有三层 这个戏楼 我们以前去颐和园的时候 应该是均常能看到的 天体家村这具汤漾 它其实也是圆明园当中的一件 所以我们今天能通过汤漾 看到原来圆明园一些建筑的样子 民以居为安 世界再大 修身齐家 是一个民族永远不变的起点 故宫 以和园 北海 圆明园 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 都深深地存在于 每个北京人的记忆里 有些建筑早已不复存在 没想到 时隔几百年 我们还能通过这些汤漾 亏得些许 他们当年的风采 我是国宝样式雷 建筑汤漾的守护人 王菲 国家宝藏 我来了 有请国宝守护人 王菲 大家好 我是国宝守护人 王菲 我守护的国宝是 样式雷建筑烫样 在清代康熙到宣统的 二百多年时间里 有一个雷姓家族 延续八代 主持或参与设计了 几乎所有清代皇家建筑 其中包括 圆明园 颐和园 天潭 中南海 北海 承德避暑山庄 清东西陵等等 他们制作的建筑烫样 得到了历代皇帝的青睐 而样式雷的名号 更是响彻整个京城 目前 中国六分之一的世界文化遗产 均打上了样式雷的烙印 我是王菲 我将带您走进 样式雷建筑烫样的 前世传奇 样式雷建筑烫样的前世传奇 就发生在民国间 当时中国刮起了一阵欧美风 无数西洋建筑是拔地而起 一座座传统木质古建 却在逐步地消失 毛损相扣 雕梁化洞 是否注定建成为昨日黄花 让我们跟随一位大公报的记者 去探索这个答案吧 今天是1931年3月15日 紫禁城自皇家宫殿 便失为博物馆 向民众打开大门已有六年 据说在开放初期 故宫里到处都是被挤掉的鞋子 在偌大的京城里 唯有圆明园 昔日场景恐怕早已无人知晓 但大公报得到一个消息 营造学社的朱启前先生 将在3月21日 于中山公园办一场 圆明园文献遗物展览 这批文献遗物 大部分来自样式雷家族世代珍藏 若不是朱先生全力推动 这些声名显赫的文献遗物 可能就要飘零四方了 但是我们真的能从这些遗物中 看到曾经的万元之元吗 七十年前 英法军攻我国度 圆明园复制一句 奇耻大辱断不能忘 对 奇耻大辱断不能忘 走 雷家八代人的鲜血 一代王朝荣耀啊 中国的古建筑 可再也不能重蹈圆明园的覆辙了 没错 这也正是我邀请先生来的原因 请 这是天地一家春 实体真的是这样的吗 当然 雷家工匠先做烫样 预览清准后才绘制施工图 我们这里还有大量的图档 我曾经十分好奇 为什么叫烫样 原来它们真的是烫出来的 以纸板 熟接 木头为原料 用烙铁运烫成型 这些烫样均可层层拆卸 打开烫样屋顶 便可看到内部梁架结构 彩花式样 上面还贴着一个个尺寸标签 用灰打阁 剑方武杖 按阁抄平 一直以来 欧美国家都认为 中国没有所谓的科学建筑 一切不过是工匠们随意为之 这些烫样和图档 便是最有力的回击 从这些文献和遗物入手 进行研究 中国古建筑复兴有望啊 是的 林先生 不过我们还是需要借助 日本人的力量 朱先生 宜东先生 您终于来了 来来来来 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是林徽音林先生 这位是日本建筑学之父 宜东忠泰先生 久文大名 今日请二位先来 朱某师希望中日合作 一起研究中国古建筑 雷甲汤阳和突党 逼人也有幸得到了几时间 但是都没有这些精致啊 中国古建筑皆是正粹 但我们还有很多不足 今后还请伊东先生 多多指教 日本建筑文化 从中国而来 捍卫中国古建筑 也是捍卫日本建筑 在世界上的地位 好 就让中日合作 共同捍卫中国古建筑 慢着 关于合作 我有一个条件 中方 以研究文献为主 日方 以研究 乙武为主 什么 可好 这 哈哈哈 乙东先生 您已年过花甲 实际调查工作太过辛苦 我们的法师组 可以完成这部分工作 我曾多次来中国考察 中国古建筑破灭之大 简直令人真净 除我直言 你们中国人 根本意识不到 这些孤文部的价值 而我们日本人 比你们更加了解 中国的古建筑 乙东先生 中国的古建筑 可不是几次实地调查 就能亲眼了解的 可你们没有考古学 没有天野调查 更没有专业的摄影 以及测绘技术的人 怎么完成实地考察工作 再说 我已经完成了一部 支纳建筑式 我比你们更有经验 那是以前 现在我们回来了 考古学 田野调查 我们都会一步一步地学 我相信 这比伊东先生学习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和文化 要容易些 届时 还望伊东先生 不吝赐教啊 十与动荡 还请朱先生 再好好私赌 朱某急性子 无需再私脱 好 但愿朱先生这份自信 来得不勉强 告辞 我们受制于人太久了 林先生 营造学舍 绝对不能只坐在屋子里 就让中国第一次古建筑的田野调查 在今日立项 好 司成即将回京 我们就当仁不让地做个开路先锋 那就让我们用东方固有之文明 一起拯救世界吧 中国古代营造工匠 创造了无数宫殿 庙宇 园林 但他们结构上的奥秘 造型和布局上的美学原则 在世界学术界面前 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当民国最强之学术基因 梁思成 林徽英 刘敦珍 杨廷宝 赵申 李思光 李济 齐聚于营造学舍 解谜之时 很快就会到来 1931年3月22日 大公报天津版对此次展览 进行了重点报道 引发社会的关注 一年后 中国营造学舍 走遍中国22个省 对2000余个古代建筑 进行科学调研 实现了由中国人自己写中国建筑学的夙愿 刚才前世传奇中提到中国营造学舍 不由得让我想起已故的故宫博院老院长 刘敦史元先生 他曾经就是中国营造学舍的一员 将自己的一生全部献给了故宫古建筑保护事业 1931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五年中 中国营造学舍 对当时中国大地上的古代建筑 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 其中很多数据 至今仍然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 他们的研究 为中国建筑史研究 树立了典范 样式雷家族和意大利的桑加洛家族 日本的钟锦家 并列为世界三大建筑师家 意大利的桑加洛家族 称贯文艺复兴时期 日本的钟锦家 传承有十代之多 样式雷家族共传八代 横跨230年的时间 主持设计了大量的建筑 均属于当时的杰重 据统计 故宫博院保存有样式雷建筑烫样81件 内容涉及紫禁城 圆明园 颐和园 西园 青东陵等皇家建筑 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 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设计理念 具有重要的意义 欢迎王妃 欢迎来到国家宝藏 第一次见到国宝 样式雷建筑烫样的时候 是有什么感觉 其实之前一直有一个疑问 就是故宫博物院在国家宝藏里 只推选了三件宝物来展现 没有选玉器 宝石 瓷器等皇家器物 而是选择了用纸壳子做成的建筑烫样 这是为什么呢 但是当我了解完样式雷建筑烫样 背后所建筑的中华文明 我才发现推选它们 应当说是当之无愧 样式雷建筑烫样的今生故事 又该如何继续呢 那我要请上一位嘉宾为大家解读 他研究了样式雷近40年 助力了样式雷建筑图当 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那让我们一起来认识它 我们中国人的设计自己都没挖出来 到今天为止你们读的 中国建筑史的教科书 仍然没有设计 造成了在世界建筑史当中 中国建筑设计隐含的设计理念 方法 价值观完全是空白 就是智慧家门 胡闹 我们现在在一口圆介绍的时候 这个谁设计的 不知道 故宫太后店谁设计的 不知道 这个我也是咽下这口气 所以我就把它挖出来 我是鉴定的 排序的 变成可读的 一万多钱 样式雷绝大碰图我清楚整理 我出门就被汽车撞死我不后悔 这个图可以解读了 东霖西雷自己去测绘 扛那个金伟仪 经常是干半个月一天一顿饭 就两个饼 放在马铁片上热 我的钱就够一顿饭 我们测绘图一颗元就四千多件 关外的永林 昭林 府林 北京故宫 然后北海 太庙 天坛 设计坛 那你就可以知道规模 这个功夫不是文字档案能够告诉你 而就是测绘才能告诉你 这是营道学社发现的 我还没有 包吨有能力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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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也有传承 如果没有租钱 没有三十元 我也不可能走到这条路 教了那么多学生 这是最满意的 这里头出了院士 出了一堆国家级的 建筑大师 因为你个人寿命有限 所以我带着团队 就希望把这个工作 一代再做下去 有请王岐亨教授带领的 天津大学样式雷研究团队 有请 王教授 欢迎您 应该女士又先了 对 对 对 王老师 隔着这个大屏幕 我就能看到 哎呀 您这急迫的心情啊 您怎么会这么激动呢 我们中国古代建筑 有过设计没有 怎么设计的 在我们系统研究之前 基本上是空白 我们现在的建筑教育当中 基本上 没有中国古代建筑的设计 理念和方法 我接触了这张水以后 发现这个是一个巨大的误区 和西方建筑史比 那基本上就是属于实语证 实语证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没话可说 没有话语诀 1896年 影响世界的一个权威著作 叫《比较建筑史》 它里面画了一张图 叫《建筑之术》 简单讲 就是人类的建筑文明 怎么长起来的 这个图曾经让我们 中国人的建筑界的前辈 人无可忍的 主干是希腊 罗马 一直延续到当代 中国离根很近 但是是庞兹 这个树边上 还有印度的 它们多少也比中国 还往上串了串 换句话讲 中国建筑尽管发生很早 但是后来停滞了 而且根本对世界建筑 没有什么影响 看着这张图是有点憋气 是吧 所以这张图是 也是促进我的前辈 包括我们的团队 希望把这个食语 缴增过来 那王老师 我想问一下 这样式雷 是不是就能证明 我们中国古建 是有设计的呢 那当然 样式雷是非常宝贵的资源 包括他的作品的实物 大量的原始的图纸 模型 档案 文献 就知道这个设计过程 是怎么来的 甚至根据的档案 可以还原他们设计 工程当中每一天 这个资源 全世界是仅有的 这些作品呢 大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看看后边这个表 太了不起了 原明园 刀灵 十三灵 地鼠山庄 颐和园 天坛 摄政王府 派庙 原来我们真不知道 这么多的建筑 都是雷家主持设计的呀 主要是他们作为负责人 下面还有团队 他总理 叫档案 档案 河丽老师 我觉得先让王老师团队 给我们介绍一下 样式雷家族吧 好 我们也非常好奇 今天呢 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 雷家几代人的这个画像 大家请看 一次是第四代的雷家喜 第五代的雷景修 第六代的雷思喜 第七代的雷亭昌 有本事的建筑师啊 何老师 雷家能够传承八代 都做样式房的展览 这个职位 那过去是世西的吗 样式房展览这个职位呢 一直以来都是充满竞争的 只有能者才能居知 雷家之所以能有八代 都做这个样式房的展览 是因为他们出众的职业技能 得到了这个皇帝 以及大臣的这个高度的认同 雷家子弟他们代代相传 从小就要接受 这个严格的建筑教育 掌握各项的知识和技能 那也正因为雷家 在这个样式房行业的 这个出色表现 也为他们赢得了 样式雷这个称号 每一代都是凭真本事 当上掌案的 没错 黄老师 我们本能地认为 样式雷家族的设计好 漂亮 气派 但真正地要问 这些古建筑的设计 究竟好在哪儿 我们就说不出一二三来了 您给我们能带来 什么样的解释 下面请张龙接着讲 好 我首先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中国古代建筑的设计精神 中国古代建筑设计 要因例之以 要与环境对话 要与建筑对话 我想可能大家没明白 我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们可以来看一组照片 哇 漂亮 大家看看这些照片 是不是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就是远处画面的核心 被一个景方框着 在古代建筑 经常会出现这样的画面 这就是中国古代建筑的 设计的过摆 就是它要关注 你在游览行进的过程中 看到一个比较完美的构图 这种设计 也是中国古代建筑设计 所独有的 就是建筑与建筑的对话 我们再看一组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画面中 这个建筑和环境非常和谐 这张就是我们去一块 东地上往西眺望 会有一个玉泉山 就是我们在东地上走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远处的塔 在跟着你走 你走他也走 跟着你一块走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 那我就用一张图 来给大家简单地解释一下 那个红点 就是玉泉山上的预风塔 蓝色的位置就是一颗的东地 它设计成了一个圆弧形 而这个圆弧形的圆芯 恰好就是玉泉山上的那个预风塔 所以说这样呢 你在东地上走的时候 塔和你的距离始终是一致的 所以说就会营造出来一种 塔随人走的这个景观效果 这就是中国古代建筑与环境的对话 就是刚才我有同感 就是我们去到这种古建的地方 我们真的就是随手拍一张 就是一张好照片的感觉 今天我知道那是因为我们 已经置身于一个被完美设计出的场景里了 所以不是我们真的摄影技术高超 我们一般都说看了什么东西 都觉得自个儿民族多么伟大 王妃看完了以后觉得 不是我的摄影技术高超 但是同样还是说明了古人的伟大 对 来 咱们接着往下听 下面杨津英博士 我这儿呢就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样式雷家族如何给建筑选址 对于皇家灵寝的选择 既要遵照典礼之规制 更要配合山川之盛事 同时还要考量地质 地文 水文 日照 风向 气候 气象 景观等等 一系列的环境因素 依着这些总结呢 我们来看看样式雷清溪灵全图 典型的背山面水 前有照 后有靠 而且每座灵寝中间都有轴线 轴线的方向呢 是根据山线而定的 这张图里所有的灵寝 都对环境没有太大的改动 看起来就好像是从山里 自然生长出来的一样 可以说呢 这是虽为人作宛如天开的 伟大设计 哎呀 这完全是叫顺势而为 那些可说咱们 中国古建筑没有设计的人 只能说明他们没有见识 咱们接着听 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比较技术流的 是样式雷家族先进的地形表达方法 他们用一张纸描绘出精确的三维立体地形来 等会儿 等会儿 那个时候这怎么可能呢 怎么做得到 勘察测量地形之后 画的整个的三维立体地形 这张图怎么看立体空间呢 这个 他们使用的这个方法呀 叫做平格法 平是指各个测量点 与基准水平面的高低 而格的意思是纪理画方 这是中国古代地图 为准确缩小比例 而绘制的一个控制格网 大家仔细看这个格子的焦点的位置 上面写的很多上多少下多少的码字数 记录的就是当时测量出来的高度 我们把这个二维的平格图上的数据 录入计算机建模软件 很容易就能复原出 当时他们测量出来这个三维地形 样式雷家族就是在这个 准确的测量的地形图上 进行一个精细化的设计 最后制成烫样 反复推敲直到工程竣工 厉害了这个 这是古代的方法 和今天完全接轨的 它有一个现代的名字叫DEM 核心原理和咱们的平格是完全一致的 DEM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发明的 而咱们老祖宗的平格 已经用了两千多年了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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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过瘾了吗 还没有 我也没有 好 那咱们继续往下听 接下来我们带大家看几张 样式雷的设计手稿 分别是圆明园的九州青雁的立样图 万寿寺行宫的画样 我们留心注意一下看 它不仅表达了建筑的平面 而且把立面绘制出来 它们是三维的 是可以量取的 简直是看着就像是绘画作品一样 是吧 接下来我们把试点聚焦 放到建筑上 大家请看 这些立样分别是正阳门的建楼 颐和园的致敬阁 颐和园万寿山上的谈花阁 和福音轩 以及我们故宫的建福宫 大家看清楚不清楚 真的是太精细了 还不仅如此 央视雷除了这些图纸之外 他还把我们今天熟知的 室内的装修 家具和陈设 也全部都画了出来 大家继续看 第一张是用于分割 室内空间的必杀厨 第二张是他绘制的宝座 第三张是用于陈设的 五共的画样 这五共里面就是一个竹台上 非常细小的文样 他也进行了描绘 太不得了了 画得这么细 是不是要交给皇上来审议 是的 是的 不过呢 要想象皇帝非常简单明了的 汇报请示 必须要有一件东西 大家猜猜这件东西是什么 汤样 对 来 一起说 汤样 对 样式雷的建筑汤样 既可以看到外部环境 还可以看到建筑的本体 也能看到里面的装修和陈设 这也是为了解决建筑师和皇帝之间的沟通障碍 不仅如此 这些汤样甚至会摆到工地上 让参与工程的官员和工匠 非常直接地看清将来建造的对象 可以说这些建筑的汤样作用非常非常地重要 也非常了不起 刚才说的这一切 应该只是王老师他们研究成果中的一小部分 好比是一缸水里的一杯水 但是仅仅从这一杯水中 我们就可以证明出一个伟大的结论 中国古代建筑处处都有设计 为了直接理想 整整跑了36年了 是 发现了大量的资源 这些资源不应该被我们今天遗忘 更不应该被后世死寸遗忘 我这几十年要做的工作 就是要把这个失调的话语权找回来 不了解的设计理念和方法找回来 把中国人的古建筑的尊严找回来 说得太好了 大家要知道研究样式雷图的 不光是要单做冷板凳 还要走遍全国各地进行实地的测绘工作 这样的工作 我的老师和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的师生们 一如既往地做了近40年 到今天为止 总共解决了一万三千件 有成四年我也做不完 所以我从一开始 按照营造学生的传统 拼了全身性的力量 培养我们这个团队的接班人 现在我们中国大学的建筑教育体系 都是在西方话语权的背景下建立的 我们是需要去还原 中国传统建筑设计的真实地位 培养新时代我们的大国工匠 好 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中国古代的设计理念 运用于当下 非常可喜的是 我们现在非常熟知的知名建筑 比如说鸟巢 水立方 国家大剧院 这些中方设计师 都是王老师曾经指导过的学生 相信在未来 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更好 样式雷了不起 营造学社了不起 王岐亨老师了不起 您的团队也了不起 感谢雷氏家族的匠心营造 感谢营造学社的忠诚守护 更要感谢王岐亨老师的团队 以学术为天下功器 让中国古剑 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我是王菲 我是王岐亨 我们是天津大学样式雷研究团队 我们志愿守护样式雷建筑荡样 守护历史 守护世界记忆